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国在2014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 中国官方认为反腐败可以创造经济也可以持续增长 但是呢也有财经人士担忧 打击腐败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恐怕造成负面的影响 反腐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私有企业造成何种影响呢 而对于近年来在中国频频传出贿赂丑闻的外国企业是喜是忧 反腐到底是中国经济的催化剂还是蓝路虎 参加这个话里讨论的嘉宾呢 仍然是程晓龙先生和夏业良先生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 120 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 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程晓龙先生 稍后我也将请教这个夏教授相同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 我们知道是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财经媒体 在2014年1月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分析说 强力反腐将让中国的GDP增速 损失0.6到1.5个百分点 那我们看到在很多中国媒体也引用了这个数据 那但是呢又根据中国央行研究局工作报告 在12月中的一个预计 他认为说今年的经济增7.4% 是1990年来最慢的一年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程晓龙先生 就是说这个反腐到底对于过去一年来 中国的经济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讲得清楚 但是这个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几个数据呢 数据的研究方并没有公布它的计算依据 所以我没有办法根据它那个数据本身来判断 有没有偏差 我先想说明一点就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去年下降 中国政府把它叫做新常态 这个不去跟腐败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但是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 没有办法自己自我支撑了 所以速度才越来越慢 而且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慢下去 就算明天习近平宣布反腐结束 中国贪官重新活跃起来 中国经济还是要划破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一下 就是反腐可能对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 是这个企业的成本降低了 因为送贿赂 还有这方面这个胡吃海喝的开支降低了 另外财政支出减少了 它所谓的负面影响呢 比方讲就是一些用于当礼品的 礼品酒 礼品盐 礼品茶 销售量下降 再就是这个现在一些服务场合 这个一些高档的餐饮业 维持不下去了 最典型就是北京三里和那个香恶情 这个当年是专门当做会所 来招待财政部和发改委官员的 现在这家馆子呢倒了 好 谢谢陈先生的分析 那请教夏教授 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讲 如果是制度性反腐的话 那当然对经济是非常有利的 可是它现在不是制度性的反腐 它只是运动式的选择适应的反腐 所以呢 有些方面说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 就是一种畸形的结构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第三产业 服务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胡吃 海喝 包括那个色情 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消费 那是大大的减少了 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那经济它在总量 GDP里面当然也计算这个部分了 但如果要是讲你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的话 那这个东西 这个方面萎缩了 其他方面增长起来了 它对整个经济应该是有利的 所以现在呢 你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说 反腐对经济是正面的影响的 还是负面的影响的 那我想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依靠制度来反腐 能够让经济结构更加健康 合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话 那么那样的反腐 一定是对经济是有正的影响的 现在我们这个呢 就是说它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有 那现在我想继续请教您 您刚才提到说 这个中国经济本身是因为 它有一个畸形的情况 导致说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反腐行为 对于这个经济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一直被诟病 是说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这次的反腐行动 对于改变这样的权贵资本主义 有没有一个帮助呢 没有直接的帮助 因为它刚才说了 它不是这个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来反腐 而只是选择性的 所以说你要说这个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结构 那是做不到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 有人说它真正的经济明白 掌握在500个家庭手中 当然这500个家庭就是说 你可以说是中国的所谓权贵 跟权力结合的这种大富大贵的 而且有很多的财富排行榜上是见不到的 因为它是保密资料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 他们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比如像李小鹏 李小林 都是李鹏的儿女 对吧 他们一个控制煤炭 一个控制电力 所以这样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你说它到底 就是由于这个腐败 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它会产生多大的后果 那如果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利润之后 把这个资本又向海外转移 这个财富向海外转移 过去是放到瑞士银行 放到美国 现在是相当一部分放在了香港 因为香港对他们来说 是自己的后花园比较安全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占中行动让他们很惊恐 他们希望香港是成为自己 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 因为毕竟在美国 在瑞士 他们都有点不放心 是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 程响龙先生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次值反腐权柄的 主要是王岐山 那他能够动得了 所谓刚才讲的这五百个家族吗 不能 我前面谈过这个习近平 拿着猎枪到山里面 所谓打老虎 他是捡那个绿老虎打的 红老虎他见了就绕开就走了 现在刚才夏野良先生 谈到那五百家 绝大部分是红老虎 正好就属于豁免状态 就是讲我刚前面谈到了 共产党统治以后 以特权赏功 然后恩应到第二代 第三代以后 现在这个特权 我们讲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红二代的政治经济特权 现在已经被政府完全认可 而且制度化了 所以他们现在做成股东 甚至可能在一些企业里头 是持股的一个很重要的股东 加上这些公司在中国运营 或者是垄断的 或者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 只有他们才能沟通政府的管道 所以这个 不管这些公司上市还是不上市 他们在公司的地位不会动摇 所以这样的话 权贵受到保护 权贵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 受到保护 中国的腐败 现在就变成了说 绿老虎不许腐败 红老虎可以腐败 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谈 老虎的皮有什么不同的颜色而已 现在说我们看到 2014年挖出了很多贪官 动辄家里就是藏着上亿的现金 而且动不动就是 就是几十吨的黄金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 就是让人 不可思议 大跌眼镜的那种 每一则新闻出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有人就说这是贪官的经济学 说是贪官群体对这个遏制中国经济的这个通货膨胀 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力量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 这种 这些少数家庭藏有大量的财富 对经济是不利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 它这个边际收入 边际收入效应递减 就是说你当你 很富的时候 真正你用于日常生活消费 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它把大量有很多贪官 它很多到抓它的时候 它都没消费多少 所以这些分钱就是死钱 放在家里面没有动 如果要是让资本能够流动 能够不断地产生消费支出 然后对经济产生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作用 那这个经济才能够更好 对吧 所以说如果要讲这个财富 要是把它分散到这个成千上万的家庭里边 那这个经济呢就会有更多的消费 有更多的投资 这个就是良性的一个互动 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它对经济这个运行本身是非常不利的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的电话 在接听观众的电话之前呢 我想再请教程小龙先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王岐山的部分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在所谓的银行业做过事 他在这个人民银行建设银行都做过事 他在这个金融界还有商界的熟悉程度 让他来执掌这个所谓这个反腐的大旗呢 那么同时呢 他多年在商界这样子的经验跟人脉 会不会是他的负担 因为我们也看到报导说到他的一个家人 可能在海外也有一些豪宅或是一些金钱 那王岐山本身他就是清白的吗 王岐山本人可能没有介入太多的商务 而且呢很重要的特点是他没有子女 所以呢这个王岐山自己也没有后代 可以去利用他爹的权势做什么生意 当年王岐山在杜仁生那里工作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青年的 我认识他我也了解他 但是后来他到了广东又到了北京 在这段期间内 目前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 王岐山个人有什么贪腐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要害不在于 就选王岐山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来反腐 要害不在于他懂不懂经济 懂不懂金融 也不在于他个人贪腐不贪腐 而要害在于他遵守习近平 给他的这个具体的指示 这个尊重的遵守到什么程度 就是以步以去跟在后边 他是不是干净十足 是不是下手很辣 就是当这个打手当得很得力 我想这是王岐山真正的特点 习近平满意也满意在这 其实讲到这个问题 插一句 就是王岐山本来是比较合适的总理人选 跟李克强比起来他强太多 虽然李克强还扛了一个 名不符实的经济学博士的这个头衔 但实际上李克强基本上是不懂经济 所以王岐山其实是憋了一肚子气 因为这个中国的权力斗争 既然习近平是替代了李克强做总书记了 你不可能说李克强就彻底 团派就没有代表了 连总理位置都不给人家 所以当时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让李克强勉为其难地当了总理 其实我觉得李克强如果当委员长 可能更合适 总理应该是王岐山来做 但是由于这个权力格局变成了这样的 不能变的话 那么王岐山发挥了这个纪委书记的 这个最威猛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他现在打出了一个权威 所以人家现在为什么不说习理机制 而说这个习王体制 这就是说明他现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上升了 而且他的权威打出来了 所以将来下一步 是不是他来 当然他年龄比较大了 对吧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王岐山他现在呢 给人们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 虽然你说他当官的过程中 你说清白 就算他本人清廉 他的家族 他的部下 难道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每一个人 我们不是看个体 不是看他本人 就包括习近平 你说习近平本人 他有多贪 挥霍了多少吗 也不见得 那他整个的家族 会不会受到好处呢 还有这个像过去温家宝 大家对温家宝认为 说这个人很清廉 思想也很进步 但最后呢 他们家族贪腐 是非常严重的 是吧 好的 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您先来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带您回顾 2014年的反腐 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线上呢 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 在等待 一起来接听一下 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北京的郝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北京的郝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我很喜欢这个嘉宾夏月亮教授 我就想请问一下 因为这次那个 令吉化的这个儿子 他是好像是北大大校生 我想问一下 他的儿子是这样 把自己考上北大的 还是凭这个他的特权进去的 再一个我就问 我就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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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月亮教授 这个批评我们这个 中国政府的高官 比如说像这个 六四的柜子手 李鹏他们家族的一些事情 他 他们 这个 他不怕这个 被这个 这个 他们这些权柜 来报仇吗 好 谢谢北京的郝先生 我们简短的请夏教授 回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吗 他前面说谁的孩子 前面说 他好像说令吉华 现在是北大的 在校生 对 但是令吉华的儿子 在车祸中已经死掉了 当然 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权贵子弟 是不是能够凭自己的本事 考进北大 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从毛泽东时代 很多的这个高级领导人的子女 其实是不用特别的 就是说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 通过考试进去的 而是经过特别安排的 毛泽东的子女 还有其他人的子女 都是 你说这个 那么巧 全部都是能进北大嘛 对吧 基本上都是进了北大清华 所以说你这个 包括李鹏的这个女儿 李小玲 过去呢 儿子李小鹏 都考不上大学 只上了华北电力职工大学 但是后来 李鹏涨了大权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进清华大学 读研究生 那根本不是靠考啊 对吧 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 就是现在 其实北大校长所中 还是有机动名额的 每一年 有一些人密而不宣的 过去有些朋友 不知道从哪 得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就说 你能不能搞到机动名额啊 我想我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怎么能搞到 那样的机动名额 是不可能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请江苏的张先生 非常简短地发表一下 您的看法 江苏的张先生 您好 张先生 刚才我想插一句 刚才那个 说报复的时候 我还没回应 那报复呢 就是说 我怕什么报复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都不怕报复 我这个最后的 报复的结果 就是让我失去了 北大的教职 现在我已经到了海外 这样一个自由的 这个世界里边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是说 我话说回来 就算我就是在大陆 没有离开 我也不会说怕 我要怕的话 就不讲 不选择这条道路了 对吧 好 谢谢夏教授 我们接下来请河南的宋先生 简短地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河南的宋先生 您好 你好 您能听到吗 可以 请讲 我感觉现在中国内地 就是假大空比较严重 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假的 然后假货 假正什么 很多地方都是假的 我感觉反腐这一块 也很多就是官员 在作假吧 就是这一点 就是把那个公开 公开透明一点 把什么内部的信息 都公布到网上 然后做到公开一点 然后公布出来 好 谢谢河南的宋先生 接下来请安徽的王先生 简短地发表您的看法 安徽的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好 请浙江的李先生 简短地发表您的看法 浙江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呢 就是目前的习近平 我对他不信问 为什么不信问呢 人家说习近平打下来几只老虎 如何如何厉害 如何如何厉害 我不认同这么看法 你像当时的华国锋 他能打下四人帮 就是说邓小平 能打下来几个总书记 江泽民能打下来 北京市委书记陈希腾 就是说呢 还有胡锦涛 能打下来上海市委书记陈亮宇 这几个人都在认得的 是吗 包括四人帮啊 就说汪东兴啊 在邦城上 现在的习近平打人呢 都是呢 不是在认的 什么政治局常委啊 什么人 什么人 有的那个政协啊 人大啊 这些人不是在权力 结构中间的 就是说呢 最高权力位置 对不对啊 他不能打下来 比方来说 李鹏 江泽民 曾庆红 还有呢 就是说呢 那个 就是说那几个帮人呢 我觉得呢 还有温家宝 因为温家宝 干嘛 当一个废友的 但是呢 我自认为呢 他是受限的问题 根本不是呢 好 谢谢特江的李先生 我们时间有限 先让您发言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请福建的李先生 简短地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福建的李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是我吗 是的 对 我那个 我对那个经济啊 我是不了解 但是我想问 陈晓龙博士一个话 就是说我们中国啊 他首先我们中国这种 大一统的那种 中央王朝啊 我认为是中国人 所有追求不了 民主自由的关键 差点就是这种 大一统的中央王朝 就是人民没有办法 起来反抗的 反抗的成功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就是像前苏联那种 分裂成15个国 甚至是150个国 150个国家 一个线一个国是最好的 那样的话 福建理先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反腐的话题 所以可能跟您所讨论 这个大一统的一个 意识形态不大一样 或许我们改天讨论 这个相关话题的时候 再请您打电话进来 参与讨论 那我想请教这个 刚才这个夏宜人教授 刚才浙江理先生提到 他说 这是这个所谓这个打波城 打反腐不会成功 这是因为你不是打到 最高权力者 是否就的确 像您刚才之前也提过 的确要把最大的什么 李鹏那些家族 全部打下来 才会真正的有效果呢 对他说的有道理 他还提到了 就是说在任的几乎没打 那现在我们在任的 政治局常委里边 有些人这个在网络上 大家已经揭露了很多 像刘云山家族 张高丽 对吧 这都是在任的 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 把在任的也惩治一下呢 包括这个一些主要的 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是不是有决心 把他们也惩治一下呢 所以说 到底是为了执政的需要 为了权力集中的需要 还是说为了一个长远的 这个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 这种打反腐呢 老百姓是不能够真正信任的 这一点我想是 大家形成的共识 是 那我想再请教 程响龙博士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提到 这个所谓反腐对经济的一个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 很注重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 一个要素是外来的投资 那我们看到说 这次的反腐呢 对于有一些外国企业 也特别产生了影响 像这个所谓的制药商 最有名的格兰素史克 还有这个IBM等等 都有受到这样子的波及 那么我们看到 欧盟商会 这次还特别提出来说 他认为中国 在打击腐败的方面并不公平 频频针对打击外国企业 那为什么外国企业会觉得 有受到针对这个反腐的影响呢 那么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外资投资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程响龙博士请您分析一下 我对外资的态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其实关键点不在反腐上 就是说不反腐 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个对外资的这个尺度越收越紧 原因是现在中国政府发现 他已经不那么需要外资了 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是完全功利主义的 用得着你的时候 对你笑脸相迎 用不着了 你爱我的事了 我就是冷脸相向 甚至咬牙切齿 所以外商如果看清楚了这一点 就应该明白 当你遇到中国政府对你咬牙切齿的时候 你得忍了 谁知 你当初想要笑脸相迎的时候 你接受了 那对不住了 笑脸相迎的背后可能就是牙切齿 另外呢 就是对外商来讲还有一个问题 就外商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里经营的时候 经常要入乡随俗 走送礼腐败的道路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特别是台商和港商 这方面是完全的熟能生巧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一反腐 这很多官员趴下不干了 他们现在害怕惹出任何事来 所以对很多商人外商来讲 这个一反腐 他很多生意做起来不那么顺利了 原来打一个电话就能办的事 现在打50个电话都找到人了 谢谢陈小郎的分析 我们想让夏教授 还剩两分钟时间 我们让夏教授也能回应一下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 对 首先就是说 这个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是两难境界 因为中国这个法律 还有这个程序不透明 那么在中国做生意 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环境 不像在其他西方国家 市场化国家 所以说他们感觉到很困难 但后来发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就是贿赂 这个贿赂不是外方主动要贿赂的 是被动的 你在中国要想做生意 做大生意发财 你必须贿赂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世界500强企业 在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么做 但是在中国他不得不这么做 而且从这个做 这样子做到以后得到了甜头 他就觉得更加应该这样做了 另外呢 他们现在贿赂也采取了 其他变通的形式 不是直接给钱 比如说把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 评为这个自己的雇员 实际上不需要他们发挥 真正多大的作用 主要是靠这种影响力 内部这样一个关联 就可以拿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所以你看这个西方国家呢 对于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赞同的 那有的时候会起诉啊 会这个追究责任 但是为什么他还要铤而走险呢 因为商人他在商言商 他要追逐这个利润 他在中国要想追逐这个巨额利润 只有跟中共的高官合作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如何 对外开放如何如何 其实真正的开放程度还是很低的 主要是靠这种腐败 在这种不正常的体制下 这个腐败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润滑剂 最后三十秒的时间 请程晓鸥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 就是2015年的反腐呢 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三十秒 我想2015年反腐正好伴随着 中国经济开始滑坡 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这两年是连一块了 但是我想其实可以分开 就是中国经济必然滑坡 反腐不反腐 结果都一样 好的 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呢 将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 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 程晓鸥先生和家图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夏宜梁先生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带您关注演员孙海英 为何成了第三种武器 以及习近平重提文化自信 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 欢迎大家到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Twitter.com-VOIO 同时呢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 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 留言板留言给我们 告诉我们您对节目的看法 或者希望有什么样的话题 可以来参加讨论 是的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 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